為了要問發發聲 我就用鑽鑽鑽鑽 鑽鑽鑽鑽鑽上課了 我爸爸在河南糧食加工廠工作 糧食加工廠工作最厲害的就是機器 尤其是比武、切磋的時間 別人說這麼大,它在哪裏? 這個米機的 這個米機是誰?米機王 學功夫的時間,他學這麼多,寫下這麼多 所以我們知道的東西 將對遺留的比較少,比較全面 我們開館的時間就是1998年 我爸爸過世的時候,為紀念他開館 從父親那道傳承拳術之後 黃念兒師傅繼續潛心研究 遷除百年之後,才得拳腳收放致語 而最終要學有所成 詠春有自己的一套呈繩 我們詠春拳是三套拳 他訓練一個高手的方法 小念頭就教我們要定好型 1、2、3、4、5、6、7、8 我們的思想要控制自己身上的任何關節 尋求在定好型的基礎上配合腰馬 可以左,可以右,可以前,又可以後 標指是執生 他教你在這兩個功夫都做到不夠人打的 你馬上偷雞了 標指輕靈,隨機轉,環雲手法應無窮 什麼環雲手法呢? 被動,壓到胸口就頂不住怎麼辦? 縮開它 來吧,還有它抖 我們經常強調指五線 指五線是什麼? 指五線就是兩點的距離,直線最短 這個就叫指五線 拳頭到中線,手肘到中線 指五,一條線打出去,這叫指五線 無人裝就是我們泳春卷人訓練的器材 是一個假掌滴 假如他的手勾開中線,我們衝上去打他 假如他壓住我的臉板,縮開,打回臉頭 你引對方的力,逼向前,對方有反作用給我們 我們才可以借他力打力 九功夫,對於講先,從講武特開始講起 就是我們在教學的過程裏面 你要教一個人正氣,大道的武德之外就是打得 是在警惡座間的時候,能夠拿手 成小的,不要說這時候被人打傷才行 以前教的,手把手一個月就執著來教 現在就粗兵,要分一類 一至五,隨便推聽的時候,下手就是帶 因為要過一個關呢,他必需要帶 如果你不帶,你沒感覺 怎麼才會追,師父說,擱一手便知道 有教武類,用心受藝 多年来,黄师傅广开门徒 致力于泳春的传城和传国 在众多的徒弟当中 就有自己的伴侣 黄东眉从小就以鱼目掩 一朝一夕 都是由父亲和他祖父手把手传授 慢慢,他也深得其中三味 现在,也都在武馆里面开班授徒了 管哥这个词,这个词是我爸爸写的 这里有一个战术 直走横,横走直,遇着人多走两边 直拳,我走旁边 人家旁边来怎么办?我直接上 遇着人多的时候,千万不要走到中间去 有一种理解就是 当你遇到一个大胸脑 要大胸脑的时候,要走他的两边 女性的话,在力量和体格方面 即是先天条件比男性要差一点的话 遇着人多走两边,其实是你争取时间 即是你有机会走开 祖父、父母都是武林中人 黄东眉说,联工对于他们来说 从世就是一种日常的习惯 但是,在开始教学之后 对于自己父亲的理念 他有了更深的一层思考和感悟 我自己有意识 要开始学泳春拳是大约十岁 小学就是说,是玩,玩功夫 到初中开始,参加比赛多 就开始有自豪感 到高中开始,我就觉得 我要坚持这一样东西 去到大学的时候 我就觉得,原来这一样东西 真正做下去之后 它会是一个传承 我传承的什么理念呢? 就是我爸爸经常会说的 事如己出,唯恐教导无方,誤人子弟 有教无虑,传为法阳泳春,光岸门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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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要求订阅 音是在彼岸门亚 我才能求订阅